移動的位置蠻多的 這一球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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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內 所以是一支SOLO HOME RUN 這是申浩維在這一季的第四發的拳打 雙方打成了1比1平手 這也是MOL在這一季被HOME掉的第二發的拳打 規別前陣子的第一場 完全咬中了 這個力量釋放 打到球就看留在場內或場外 對 我就只有看一個東西 就是看FALPO 就是看FALPO的內側還是外側 那四塊球保送 在今年他過去兩次的先發 面對樂天11點一局的投球 就投了五個保送 大概也平均兩局了 兩局多一點會出現一次的四塊球保送 這球帶起來是安打 這個安打球 哦 蔡佳葉很快速地上到了三壘 他跑得真的是非常的輕鬆 本身就是外野手 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 這個球的落點之後 以他的速度 他就可以 很穩當地上到三壘 對 打跑戰術這滑球一樣走在外角 一樣的角度 但慈恩奇就掌握度就拉得很高 戰術執行成功之外 還把蔡佳葉送到三壘 在蔡佳葉的前面 他可以自己判斷 所以繞過壘包 走 點 點得不錯 點得一壘 那空城 哦 漂亮 大家安全 而且三壘的 拳棋也跑回來得到了分數 哇 安全地板 但是點的位置超好的 孟威爾下球要處理這一球 光是接到球就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對 你看他接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一壘幾乎是空城 比凱惟會去補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啊 電波 出身球 第一個球就砸上了 王正堂 想要用今天比較拿手的滑球 但形成出身球 一球就讓王正堂上 他現在比較低的進了一點 然後要閃已經來不及了 曾鞏固好自己的好球帶 四壞球保送 哇 這個位置主審沒給那 柏城的四壞球保送 就有一分打點了 後方攻下了第四分 我們威爾其實不太能處理頭球 所以應該要換頭 投手球上 掉上的是呂詠珍 在這一季呢是9.2局的出賽 1.86的自責分率 1.34的WHIP 面對的首名打者是 蔣志賢 這球 側不變 這個角落的安打 一個回來 兩個回來 看到了STOP SIDE 球開始回傳了 二壘安打帶著兩分的打點 只有壘壘出發的范國城呢 被hold住 那這支安打帶著兩分打點 六比 這兩分還是要算在先發投手 蒙威爾的頭上 不容易兩好球的情況 對這個變化球的判斷非常好 打出強勁的平飛球 這也上到得點圈了 記著獎色 啊爆頭 這個爆頭球有距離喔 所以范國城跑回來得到了第七分 這個爆頭球又掉一分 這一分呢還要算在蒙威爾的身上 所以蒙威爾現在真的是正式買單的 今天這場比賽 他光擇失分 掛了七分在那裡 上去的 跑者全部都回來得分了 打到護具 彈得很遠 所以兩位跑者都可以輕鬆進來 這球打在正面 李凱威選擇傳箱一壘 因為是一個正面的滾地球 所以三壘上的蔣志賢被hold住 兩出足 李凱威選擇球數領先 變化球打在三壘方向滾地 收球之後六球 哇 劉基鴻 在準備拿球傳球的部分當中 球掉了出來 那這一分當然 互幫呢就笑納了第八分的8比1 就他們第一個失誤 嗯 兩個彈跳接到喔 要拿球的時候球掉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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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傳生想要移動到正面 但這個位置又不夠 不夠那麼好處理 所以沒辦法順利接近手套 所以也在考驗紀錄組 知道如何的給判 接是沒有接得夠乾淨 但是角度是打得有一點刁鑽 三壘方向的彈跳球 這次用踩壘包的方式 完成了第三出局 但是副方在第二局 投下了一個8分的大局 8比1 看這樣領先